今天是第34个世界无烟日 今年的主题是承诺戒烟 共享无烟环境 日前 市卫健委等单位在日秀广场 举办了无烟日主题宣传活动 呼吁市民积极参与控烟行动 活动上 市卫健委爱卫办为无烟单位代表授牌 并向获得2021年世界无烟日 禁烟主题绘画比赛的获奖者颁奖 活动现场 主办方还通过互动答题 控烟宣传展板展示等多种形式 向市民介绍控烟知识 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控烟行动 吸烟是导致癌症 慢性呼吸疾病 心血管疾病等疾病的重要原因 有研究显示 吸烟者的平均寿命 比不吸烟者至少减少10年 而二手烟的危害同样很大 成人暴露于烟草烟雾中 患肺癌的危险性会增加1.2到1.6倍 二手烟的危害比他抽烟的那个人 还要严重 烟雾啊 它是不完全燃烧的 所以它的胶油含量和有害物质 其实含量非常高 各种癌症的那个发病率 还有包括对我们呼吸系统的影响 都是超过一手烟的 近年来 我是持续加大控烟力度 2017年厦门经济特区促进社会文明若干规定实施以来 全市已开展公共场所控烟检查督导 约1.2万户次 责令改正1687户次 行政处罚91起 罚款9.49万元 在控烟执法的基础上 我是也加大了无烟单位建设力度 截至去年 全市已创建无烟党政机关 无烟学校 无烟酒店等各类无烟单位653家 我们的监督所就是 如果大家有举报 我们就可以去执法的 而且大家自己也有这个权利 要求它不吸烟 本台记者报道